下午4点全红残隔离突作重大决定 恭喜何维仪恩斯真没有看错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全红残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大家说向他们最近的全红残在下午4点钟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们也知道现在全红残的已经跟随中国跳水队的回国并且进行隔离当中 目前在整体的一个比赛当中的基本上在2021年度了 其实全红残已经完成了自己最重大的任务基本上的也是收官回到了国内 当然我们也看到对于全红残来说其实今年度也是他成名的一年并且取得的成绩的 已经是相当不错 在奥运会当中他获得了一块金牌并且打破了奥英记录 也几乎那全部满分的一个成绩的政治的整个 跳水界 而在之后的全运会当中他又获得了两块金牌那么确实呢也成为了双料冠军 帮助广东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所以总的来说其实我觉得本年度对于全红残来说呢也真的是相当圆满了 他也用惊人的一个表现的也让很多粉丝越来越喜欢他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段隔离期间我们也看到全红残的他除了说在这边好好休息之外呢他也并没有闲着 那么就在最近的下午4点钟那么获得一个重大成就的全红残呢也在本次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让很多粉丝呢都是相当感动的 那我们也知道在最近这段时间西安这边的也确实有很多同胞遭受到了一些困难 而且呢在目前也确实需要大家的一个鼓励和支持 所以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全红残也特意啊录了一个视频的给西安的朋友呢送上了一个祝福 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全红残恰恰也是在9月份的一个西安的全运会当中取得一个很很好的成绩 获得了双料冠军那个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全红残这次也是知恩图报了 在我们的一个西安人民需要一个重大支持的情况之下呢 他也是特意录制了一个暖心的祝福 并且呢也希望我们这个西安的一个朋友呢能够安全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也希望他们能够加油继续的这个乐观的生活下去 所以说实话其实全红残呢虽然说他做一个运动员可能呢录制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话并不奇怪 但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那么在给西安的一个朋友呢送上了一个这么暖心的祝福了我觉得真的是难能可贵 毕竟呢也并不是所有的一个运动员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去这么专心的去为整个西安那些朋友呢准备这么一个暖心的一个祝愿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当中呢恰恰能够看得出来 全红残他虽然说现在只有14岁但是他的整体的一些心态啊 真的是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也非常的懂得感恩懂得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单独从这一点当中呢我觉得他的恩斯和卫仪当初呢就没有看错人 和卫仪啊其实在此前呢非常重视全红残的培养 而且呢即便是当时备战奥运会呢 他还跟随着去到了国家队一直跟随着啊全红残去陪伴他 所以现在那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全红残呢也确实没有让和卫仪失望 一方面呢在国外的一些比赛在国内的比赛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让恩斯非常的宽心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为人处事方面呢那么其实全红残的他整体的一些 安排和一些行为呢也确实让恩斯感到非常的一个感动 或者说感到非常的一个欣慰的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全红残这次也确实让我大吃一惊给他点一个赞 我们也期待他之后啊能够继续保持初心的能够用自己的一些实际行动和影响力 去帮助到更多人让更多人呢能够获得一个支持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